作词 李宗盛 从片子上来看 老太太的左腿 有陈旧性的骨折 好像是自愈的 知道是怎么折的吗 我反复问她 她都没有说话 那怎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 她精神有些问题 我怀疑 她是受到疯狂之后 得了失忆症 失忆症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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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拿去检验吗 是 大夫 那这种病能治好吗 这种病 几乎没有治愈的先例 但是随着年代的久远 有的可以自愈 这些都是难以预料的 那能不能给他做一个 全面的检查 费用我可以跟领导申请 好的 我们给他做 那谢谢您了 不客气 来 给我 去吧 林经理 怎么 他们要把钱给接 真的吗 他们不会又是在骗人吧 骗不骗人 你也得回去看看不是 要是人家给钱了 你要把人家给够了 那可怎么办 走 回去看看 按顺序马上就轮到您了 您这是要走啊 事情有点变化 我得回去看看 那好吧 那麻烦您把您的表格留下 如果以后再想反映什么问题 请及时跟我们联系 好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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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谢谢啊 再见啊 再见 经理 今儿个怎么对我这么客气 林经理 哪都是萧总告诉我 他在办公室等您 林医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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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秦秦秦秦 前两天不好意思 都是瞎的兄弟 不懂事 别往心里去 没关系 弟弟今天叫你过来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这笔钱给你结清 来 请 秦秦 林总来了 嗯 真棒 真棒 秦秦秦 坐 秦秦秦 上次那事 别再往心里去了啊 弟弟今天叫你过来 什么意思呢 这钱 一笔给你结清 那就谢谢萧总了 林经理 我们大家都商量过了 都希望您继续留任 这个时候给您了 本人才出学浅 难当此大任啊 林兄 你这话说的 金银剧场这么多年了 这经验摆在这儿啊 人脉也摆在这儿 有钱大家一起挣 你说 这个容我考虑考虑 那我就导你的电话了 谢谢 谢谢 来 这张手机卡是从肖老魁 窑洞的垃圾里捡到的 这显然是从街头买的 吴近平卡 为的是依次一用 上面的指纹剪验了吗 已经检验过了 指纹已经提取 经过比对是肖老魁本人的 跟这个手机卡通话的时间 是在什么时候 这张手机卡是从肖老魁 三天前下午六点零五分到六点四十七分 通话时间长达四十二分钟 这次通话之后 肖老魁很快就把笑了一觉去了 他们的谈话一个多小时 谈话内容呢 听不到 肖老魁摇动的墙壁 是用格言板装饰 那跟这个手机卡通话的手机 他的位置都查过了吗 查过了 但是在移动中的 在汽车上吗 应该是 黄菊 老程 我告诉你个意外情况 张其政委方才跟我说 他要跟他老婆离婚 这是真的吗 真的 离婚协议都写好了 马上就要盘离婚手续 行 黄菊 我知道了 什么情况 张其提出 要跟他老婆离婚 是 看来啊 我们是遭到了反侦查 不愧是一个 刑警队长出身了 一定是我们在哪儿 走动的消息 行 我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查神木股分为获程 因为这需要好几个 单位的配合 这就很容易引起 他们的警惕 他已离婚是不是 就脱离得一干二净了呢 那也不一定 我们还是可以问你 肖老魁凭什么 平白无故地 把没胖的股份 给一个素不相似的农民 这么看 就算是他离婚 也难逃干系 以我对他的了解 如果离婚 不能让他逃脱干净 张其不会做出 这么大的局务 聚唱的林经理 放弃上网了 人也走了 原本是想听他们上网揭发 把郭顺和笑蕾的情况弄清楚 这一来啊 大概要通过了 施安杰 就方便吗 方便 你说吧 肖磊和魏婷婷一反强态 把钱如初交给了林经理 是真的吗 对 刚刚交接完毕 咱们还要返平老婷 继续当剧场经理 我知道了 看来我们遭到了全面的阻击 现在第一个战役 我们是全面失败 话也不能这么讲 毕竟我们有所发现 逼他们阻击我们 这就是成绩吗 是啊是啊 但是我们至少找到了个手机卡 还知道肖老魁曾经打过一个 诡异的电话 那这样 下一步我想请电信部门配合 查一下这个号码的行走轨迹 应该会有帮助 这样也更好 你去吧 好 我去吧 咋了 咋了 我去了 你这个混蛋 你为啥不去啊你 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去都说些瞎话 我收不收口吧我 你现在收不收口了 拿人钱的时候 我说你咋不收口 咋了 是你拿人家钱 还是我拿人家钱 是我拿的钱 你不知道拿我能拿 你 我不去 你去不去 不去 你去不去你 不去 你去不去 不去 不去 你不去你 我这 我发了头啊 去不去 不去 你不去 我把你这个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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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去去去去 你这让我想起来 你去吧 去吧 训练你那么长时间 一到关键的时刻 你就掉链子你 真是 去了走 去就去吧 这谁还怕谁呢 就是嘛 我跟你说 拿人家钱 叫他替人家办事 不办事 你还想活命不想活命 陶警官 大方 刘大爷 进来啊 陶警官 你快来看看 你刘大爷吧 来 进来 这啥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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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别着急 先坐下 先坐下 来 大爷 您也坐 陶警官啊 怎么了 还不是让新人也农家 弄那个女老板 给气得来 这好几天了 也不吃饭了 也不出门 把自个儿往被子里一锅 也不见人 也不说话呀 急死我了都快 大妈 您先别着急 慢慢说 这不是 都因为 我们家和他们家 在同一个地方进货 最近货远不是紧张 老头子 为了能比他们家 先拿到货 就给人家霍主多付了点钱 等我先喝杯水 哎 那刘大爷这个作法 哎 你确实钱多大 是是 我也劝过他 可他就是不听我的呀 他说已经答应了人家 好几拨客人 要招待人家 这多花点钱没什么 只要能保住我们 能家大的好名声 怎么着都行 那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这事啊 让人家那个女老板 给知道了 人家知道我们抬高货架 不依不饶的呀 想着法子 到我们农家乐来闹事 闹了几次也没闹成 这不也巧了 前几天我们老头子去进货 刚好给碰上 这下可让人家给逮住了 人家掏出个女人的红裤头 就往她头上套 拉着就往村子里走 你说我们老头子 这一辈子也风风光光的 这在村子里 也是个有威望的人 他怎么能受得了这个呀 回到家里 就给气病了 不吃不喝 也不见人 我怎么劝他 他也不听 来了好几拨人劝他 他连见都不见呀 他就跟我说一句话 我的脸面都定不尽了 还不如死了去好 陶警官 你说他都这么大岁数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可怎么办哪 大妈 大妈 你放心 这事情吧 你交给我办 好吗 你先别着急 来 喝杯水一杯 陶警官 你先干嘛 你先干嘛 让他吃点饭 大妈 最近大爷病了以后 你们农家乐生意怎么样 这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哪有生意啊 难怪 原来我一直以为 西北农家乐 是咱们这最好的 可最近几天 我为什么听说 薪水才是最好的呢 老陶子 你干啥 你 我 我饿了 回家吃饭 谁是领导 我要告状 有事你怎么来了 有谁问的也没你问的 领导的 谁是领导 哪有你这么大的眼睛 同志 不管你有什么问题 请按照我们的程序办事 请您先排队好吗 我不排 我要告你们的人 你还让我排队吗 不是 你 不是 薪水 你看这么多人 都在这儿等着呢 你先稍等一会儿 坐那儿等你 不行 我要告状 领导的 你要告谁的状 我要告谁 我告诉你们 有人拿了我三万块钱 说替我办事 结果到现在 事儿也没办成 钱也没给我还 你说我该不该告他 你说的是什么 装得倒挺像的 我告诉你们 拿了我的钱 不替我办事的人 就是他 还装呢 好高 我告诉你 我打你 我打你 我打死你 老先生 您先等一下 你干嘛呢 有什么事 说事 动什么手啊你 什么事 方局 他跑公安局来撒野来了 什么 怎么了 老公是领导 我打 既然有人告你 你先回避一下 你们两个跟我来 走 老先生 您的事一会儿 给您解决好吗 好的 来 我们先处理点事 来 你们二位请坐吧 快 坐 你坐好了一点啊 你们二位刚才说是要告好刚 告他什么 能详细地跟我讲一下吗 你是局长 我是 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 我会为你做主的 你不会偏向你们的人吧 不会的 你放心吧 方局长一向秉公执法 你就大胆地讲 那好 这话呀 说来长了 是在三年以前 那个时候呢 郝刚在我们村里当警察 当时他问我和老刘 你们俩在农村这么艰苦 想不想进城 当然想了 我跟你说的事 办不成吧 然后啊 他就说 要想进城啊 就得办签户 我说那好办吗 他说 好办呀 拿钱就能办 我问他多少钱 他说他跟所里领导关系好 拿三万块钱就行 那你们拿了吗 拿了 他收了吗 收了 你们是怎么给的钱 他又是怎么收的钱呢 我和长川 是到他们家给的 当时有其他人在场吗 有啊 他媳妇 那是郝刚收的呢 还是他媳妇收的 他收的 他收完以后呀 就把这钱给他媳妇 媳妇就放柜子里了 那然后呢 然后啊 他就调走了 我们就找不着人了 我们也给他打电话了 他一看是我们的电话 雅根就不接 这事情都过去三年了 那为什么 你们现在 再想起来反应呢 各位领导 你们也知道啊 我们李源 现在也富起来了 我们俩开了个餐馆 是 钱挣了不少 可我们现在不想进城了 以前啊 不敢 对 这次啊 不是正感染你们大街坊吧 是 这就是说 现在那个钱 还在郝刚的手里 是吗 在 你们呀 敢于来反映这么重要的情况 帮助我们公安机关 清除害群之马 我看哪 这群众的觉悟还真是提高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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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没有了 那好吧 这件事我们会认真研究 那你们先回去吧 好 谢谢啊 来 我已经反复向我们看过了 好钢也没什么特殊的 该隔离就隔离 该反省就得反省 那隔离好钢的目的是什么呀 立刻成立专案小组开展调查 那不隔离不反省不是照样可以调查吗 我们大家 都应当对好钢有个了解 他是算一干部 对雷教官 枪打得也很准 我担心啊 他会干扰调查 正伟 我们已经问过好钢了 他不承认干过这样的事情 再说了 现在的揭发也是一面之词 咱们不能这么着急 但是刚才大家都看到了 刘长川夫妻俩 那是当面揭发 不是写个什么匿名信 咱们找不到呗 对吧 我认为 对这样的群众基地信 应该予保护 不反映好钢 怎么向群众交代 我看这么办 这刘长川夫妇的揭发 我也听了 虽说可信 但是有些地方 还是值得推敲的 如果单凭他当面 就这么一讲 我们就反省一个干部 这件事情还是有点草率 好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我们可以 以和好钢同志谈话 了解情况的名义 把它留下来 连夜展开调查 要调查他第一个人 就是他的前妻 我同意 他是唯一的证人吗 为了把情况 尽快地了解清楚 我建议成立一个 临时调查小组 就由政委张琦同志 任组长 程解放书记 任副组长 再从政治部和纪检 各抽掉两个同志 连夜找到他的前妻 把情况了解清楚 那我先走了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 分头准备吧 等等 政委 咱们对好钢的这件事情 是不是再慎重一点 我们很慎重的 刚开完会 我总觉得现在是一面之词 咱们不能轻易地下决心 不过程书记 不过程书记 我觉得这是你的不对 不能因为他是你的兵 你就互动了 政委 你这个话就不对了 谁是谁的兵呢 好钢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子弟兵 正因为是共产党的子弟兵 所以有了问题 我们就一定要查清楚 这也是对他负责任 对不对 他是可以调查 但是你在调查之前 现在显然是给他下了个结论 不过程书记 方局刚才已经说了 我们是以找他谈话的名义 留意他 并没有对他隔离审查 没带靠呢 没走警服吗 行 那我知情 那好吧 去吧 好看吧 我看你从部队转业 干工作一直是兢兢业业 可想不到也要犯糊涂的时候啊 政委 你放心 我从来没收过一分钱 也从来没犯过糊涂 不用我说你也明白 一个干部对错误的态度 可是决定出份的关键 好钢 我就两句话 送给你两个相信 相信组织 相信群众 好 那我也送你一个相信 相信我 没有收过群众的任何一分钱 这是魏天天小姐 这是我们分级同事 等等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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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魏天天吗 是我 我 我们有事情找你谈 欢迎 那里边请吗 好 先去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忙啊 嗯 请坐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知道你跟郝刚 已经离婚了 我们想要问的是 你们俩在离婚之前的事情 我一定不会保留 如实奉告 那咱们开始 在郝刚从部队 转移到李源当民警的期间 有没有人给他送过现金 我记得有一次 是李源的一对夫妇到我们家 他们好像有什么事情 要让郝刚办 就留下了三万块钱 当时你在场吗 我在 这对夫妇到你家的时候 大概是哪年哪月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前年 几月我记不太清楚了 那是冬天还是夏天 好像是夏天吧 那是穿单衣服了 好像是 你再想想 能确定吗 夏天 我相信很快就会查清了 这是一场金银行策划的英明 至少我们对郝刚 还有一个信任的底线 我已经跟他讲了 要他相信组织相信群众 他是个聪明人 我相信他一定会正确对待的 韩书记 你总算是来了 你快坐 坐 我带来市局党委的意见 快说吧 我都快憋死了 市局领导认为 张旗的问题不是孤立的 也不是偶然的 据了解 市局和分局的一些干警和领导 在神木煤矿 都秘密藏有股份 看见了吗 这上下都是关西网 难怪他这么嚣张 那你记不记得 他们的钱是怎么拿过来的 怎么还问这个呀 不好意思 这是工作需要 还得请你回答 当时他们是用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包着拿来的 黑色塑料袋 你能记起来 他们拿来的钱是整钱 还是零钱 整钱零钱 整钱零钱 这是一个很容易 记起来的问题呀 你难道不记得了吗 是整钱 确定吗 确定 既然有那么多的钱 他说没说 会给你一部分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他怎么可能留给我呢 你们是夫妻啊 夫妻 他转业回来以后 就要跟我离婚 那个时候 你们不是没离婚吗 他弄来的钱 不就是你的钱吗 你不照样可以用 可是 当时我以为 他会用这些钱 通过假离婚 公平购买剧场 再来个无中生有 不仅让我们遭到了全面的阻击 还让我损失了一位爱将 这不是阻击 是反击 疯狂的反击 他们认为 把郝刚打下去 就一定会打乱我们的安排和部署 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威胁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种仇恨和报复的心理 抹黑好刚 本身就是一种发泄 这种较量 有的时候真的是你死我祸的 也逼迫着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 我还带来了市委 对市局党委请示报告的批复 赶快讲一下 市委的批复是 同意对张琦等两人 实行侦查手段 太好了 这两个人的工作有市局负责 其他的由我们来做 我建议啊 这个暂时让郝刚同志再委屈一下 你的意思是 将棘救机 对 我同意 对 这就让郝刚刚啊 太受委屈了 通过局里的谈话 我们了解的情况 大概是这样子的 前年夏天 从李渊来的一对夫妇 到你们家 送上三万块钱 挣钱 这些钱全都是郝刚拿走了 你还有啥酒店的 没有了 是 麻烦您看一下这份笔录 如果没问题的话请签字 定暗压 这笔录问得还挺详细 你觉得魏婷婷谈的可信度怎么样 对郝刚收贿三万元的事实 魏婷婷是非常冷定 我不太赞同警察的观点 我认为魏婷婷的证言 有很大的漏洞 你有证据吗 因为在谈到一些具体细节的时候 魏婷婷显得非常地慌乱 这个可以理解 突然见到那么多警察 难免吗 现在已经有第三个人了作证 看来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就增大 有了第三个人的证明 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求好钢 认真交代自己的问题 积极退赃 好给群众一个公平的交代 是 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那咱们就按照组织原则来办 让好钢跟郭顺一块尽情反省 那这样吧 把好钢带来 是 想不到啊 程书记的爱将竟然是这么一个人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就算是面对面的作者 你也不会了解 对方到底想的是什么呀 是啊 古话说得好嘛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好啊 同志 组织上对你的问题是很慎重的 我们对设计的人员又进行了调查 结果可以证明 你的确收了刘创生的三万元钱呢 这是一个阴谋 你这种态度是不利于问题解决的 我就想不明白了 这么简单的一个阴谋 怎么就没人识破呢 好钢同志 你不要以为你最聪明 我还是那两句话 你要相信组织 相信群众 根据群众的揭发和组织的查证 认为你收受三万元的事实 基本是可信的 因此决定 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怎么 还有什么想法没有 好 那我就用你的话回答你 我相信组织 相信群众 那你去和郭顺一起白警吧 东西 请еее samp 都后班织啦 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得进去查证吧 救员 我是老师 有 可想值得 走 行了 回去吧 老板 这么晚了你还提醒我 我不是来提醒你的 是来给你做伴 你也被停止反省了 好吧 老天开眼了 你也被反省了 你这个督察科长 也被停止反省了 我跟你不一样 你是这么于卷奴 我是被诬陷 我才是被你冤枉 说话呀 说话呀 督察科长大人 督察科长大人 说话 督察科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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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把嘴闭上 以后 以后会得ag 怒我发ль你 对不起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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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从我这儿进的 那他们说 还有没有其他人 在你这儿进的话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我知道那个老阳关 和那个女的家的 农家乐是对头 他是不是跟您说 我故意抬高价格 我可没有 这是他自愿的 那女老板 报复我老阳关的事情 你看见了吗 看是看见了 可不关我的事 这怎么能不关你事呢 如果不是你 私自抬高价格 就不会计划他们的矛盾 你是不是说得太严重了 这最近的货源比较紧缺 谁给的价格高 我肯定卖给谁 你这种行为 是私自哄抬物价 是违法的 你下回要再这样 我将工商局来找你了 明白 那我先走了 警官再见 芳儿 好刚被分局 给隔离反省了 什么 好刚被分局给隔离反省了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我也是刚刚听说的 分局现在都传开了 说好刚收了人这几万块钱 跟郭顺关他一起反省呢 关机 可响 是 就是 这个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程叔 你是不是糊涂了 我哪儿糊涂了 您想想看 郝刚怎么可能会 干这种事呢 他在里面干得那么好 问题就出在里面了 你知道是谁揭发的他们吗 谁呀 刘长栓 刘长栓 怎么可能呢 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 斗争也很激烈 我们对郝刚同志 应该有个基本的信任 我相信他 我能做什么吗 这样吧 我马上出去办件事 要是有时间的话 到时候我再约你 咱们找个地方 再好好地聊一聊 好 走 跟我上趟里面 好嘞 我本来自然 医院那方面有什么进展吗 好像没什么太大的进展 大夫想了不少的办法 可她就是想不起以前的事情 喂 小微吗 我是苏铃儿 血清检验报告出来了吗 好 那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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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跟你说啊 我刚才自己给我算了一挂 大击大力 我很快就会出去了 好 那恭喜你啊 浩刚 我给你也算了一挂 你可是凶多吉少 你是出不去了